Mentle Mentle 至少他也許沒有什麼能量的話 至少開門見佛 喜氣洋洋 對啊 開心啊 好啦 那我們說裡面還有很多欸 哇 這好像是一個你自己的小佛場是不是 對 這個就是放在這裡的時候 就是剛好去一個廟做活動嘛 做主持嘛 然後就 等一下 那什麼 那放在裡面的東西呢 那東西在他家了 他們申請幾年度之後會把衣服換掉 然後我就跟他們結論說 你就送給我 我就拿回來 然後我就自己用鐵絲把它弄一弄 那網友的帽子什麼都給他弄 有衣服會有什麼功能嗎 中國人說人要衣裝 佛要金裝嘛 如果全新的話我覺得問題比較不多 那這個光有衣服沒有形體的話 有形就有靈 有人會來穿啊 有人就是不明的 對 可能不明的東西會進去 對 這比較容易招音 對啊 所以說我就在後面都會放那個紅紙 哦 都會有種欸 你看看 那一行的 你看 剛才看到每個東西它的後面就會直接紅 今天 今天是宗教界跟命理界的一個小的對決 你是貼在幹什麼 我有啊 他貼那個叫做貼香火 通常在過年前的時候用五公分以內直徑的紅紙 然後黏上這個糯米貼在神明的背後 比較能夠預防被卡陰的問題 那個陰的糯米 糯米 宇宙當中很多的我們看不到的東西 然後他有看到東西他會這樣附著上去 對 然後本來他是好的東西 結果你變成附著的就不行 對 他會亂陰的啦 什麼亂亂來 所以我們就貼了紅了或幹嘛 他就不敢靠近 不會來了 然後這個只是說他本身是神明穿過的 然後一般我們的小小人 小小人會說 那是神明穿過的 南北貨幣 那個老 那就是這樣 所以這邊沒有供奉的意思 這邊是其實 展示 唯一供奉的是這個招臺金錢歸 對 然後想到的話 這條點子香 然後就 金香 這些都是我們的 油髒 而且他上面那顆真的很夠大顆 對 我們怎麼沒有看過這麼大顆 對啊 為什麼要這麼大顆啊 對 你真的還真的 對 我跟你講 這個就是說 這個 歡迎你們 將來的人到網上還有所有的工作人員 對 好來 集合啦 集合啦 跟朋友一起合 繼續講 這是這顆 那你們這麼大顆的能量應該很強吧 對 光源的強弱 他在擺的位置 其實他這顆大 但是他光不夠明亮 對 所以他有加強這個瓦數的可能 這個 這顆可能是因為很厚 因為炎燈很厚 因為厚了 所以那個光透不出來啊 不是 它很厚 然後它會小小的 所以它的光才不會 厚透 不會那麼透 所以反正就能這樣 所以比較厚實的炎燈那個 對 可是這個是原始用的嘛 所以這些燈光 可是會把它照過來 看這樣已經不錯了 這樣晚上一定是比較亮 很亮 旁邊這個也是 這個是那個 我們打磨 這個是打磨 他在懷疑你們那個在講什麼 他就這樣 就是他一直呈現翻白眼光 對 他就這樣 他又不高興 他不是 他在想說 你現在是個工廠行不行 你要不要 他就這樣才行 老師 你之前你在那個 我忘記誰的家裡 就是只要有這些人頭啊 人家這樣子 他都會啊 他都別人 你都說不行 通常我說中國人擺了什麼 通常你最看不起 通常你最看不起 沒有 有沒有 是不是 你看到沒有 這邊有貼嗎 你不是說家裡放頭像 頭殼壞掉嗎 沒有 頭殼壞掉 頭殼壞掉 有頭沒有身體的話 比較會拒陰卡陰的問題 所以要稍微小心 如果放在陰暗處 或中日不見陽光的地方 或地下室 那麼就比較會有莫名可怕的 你永遠不會跟照人做朋友嗎 沒有 沒有 今天比較不一樣的 今天比較不一樣的 那那個米漿泰哥 你們會一直被那個提到嗎 米漿泰哥 你會一直被那個提到嗎 你會那叫米漿 不是米漿 你一直好像在碰到耶 沒有 這個碰到 這個碰到是自己的地位問題 這個就是大家要挑釋 明明就是當時在這裡 你這裡一支是碰到嗎 沒有 這支不是 這個就是在打 這個放置穩的嗎 因為感覺要不要打 你這個才是剛剛的嗎 我這是刮到的 整個刮到的 這個是穩的 因為這個我在設計的時候 是把重量在後面 然後這個前面是不會重的 可是他到這裡 應該說位置是 位置他本身的位置 盡量要向天或向大門口 才能迎神的意思 第二個 他本身是向到這個地方有沒有 沒有對廁所對廚房還OK 所以重點是他的底座 中國人無論是神明的佛桌佛台 底座要拭目 對 不能以透明為主 這好像懸空的香爐 對 稍微我覺得大哥 咪咪有調整的空間 完全沒有想法很開心 對啊 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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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要做一個香材在這邊 對 在這裡 所以咪咪大哥 我告訴你 改天來慢慢改一下 好 不會 因為他都無視 你不是說這種東西 你不管了 他不改的話 你也不想管 對啊 因為美麗有點武術 我想要小心 改天我真的如果自己蓋房子 我會請老師來 特別用你們三個來 然後看怎麼用好 然後再來三千 美麗大哥謝謝你 謝謝 好 張老師 你對我們硬起來 看風水不能隨隨便便 絕對要公事公辦 如果你拿到的結原品 是神明的衣服 記得要在背後貼紅紙和糯米 免得被某星仔附身在裡面喔 然後再往裡面 裡面還很多耶 好多長喔 哇 這個 指甲跟人家一樣 真的好像真的 他是才 老子 哦 老子的 鳥我 不是 這個好嗎 老師這裡一定要講話 這要講了吧 這裡應該要大發不見 這個話說是就是大發雷敵 然後把那個人尋了一段 這個在薩基努的家就看到了 對啊 薩基努的家走道就掛這個兵器 胸口水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而且更何況你還不只放了一把 你還有兩把刀 對 本來是掛這一把武術刀啦 後來裡面去金門耶 然後就拿來打回來 他這隻刀是 我是想要倒起來放在 你剛剛放那個位置就放在那裡 當然放在那裡是不行 還是放在那裡是不行 金門應該回來的 這個是 武術刀 是有歷史 真的真的有歷史 那個也是 有那個風景 風景 所以這個刀基本上 除非居家有防中針 或是有我們說的邪靈 在家裡頭 我們會用刀來做化解 那如果有柱子也是一樣 你這裡是客廳 又在你客廳的正前方 邊看電視邊看刀 叫做男主人挨刀 對 不好意思 比太快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就是說我們希望那個 VD能夠自己身體要注意他 我跟你講 VD大哥有任何不開心沒有關係 你可以隨時看他 你會隨時動手 不是 要讓他講 我們畫面可以處理黑板 對 讓他講多一點 對 做一件處理 不要這樣 弟弟你在講 對 以他健康為前提 對 對 你的狀況看起來非常好 你不覺得 對 但老師這樣有點在 好像 對你 不要再動了 大 你一直在動 你一直在動 你的臉一直在動 已經下水了 快不用夾住了 所以你身體狀況都很OK 還好 還好 我還可以下腰都平 對啊 哇塞 你平常坐在這裡泡茶嗎 對啊 他坐在這裡 他說他的自我雕像 我後面有關 你坐一下嗎 我們看一下 就這樣 因為在這邊泡茶是因為 客人來我看得到 對 還有朋友在這邊坐 可以 比較寬闊讓他們坐 對 然後他們坐的話都打招呼 要幹嘛拿什麼 要幹嘛都比較方便 你這個座位 連他們都看得出來 後有窗 嗯 半小人 對 因為本來要演主角的話 演不成 對啊 因為這邊打個鏡子 看一下嘛 好啊 因為以前他們就說 有人就說 後面 我們的後面要亮 才好啊 所以我才放在這裡 可是他也是有用的 不透光的啊 男主人的背後 不要有門或窗 半小人 你怎麼擺設都是一樣 嗯 OK 所以我希望你能坐那邊 坐那邊後有靠 龍明亮 前有遠景 OK的 好 你這裡 你剛剛這邊已經兩把刀了對不對 對 這裡又一把刀 關公 對不對 可是他的刀是往下 不是可以的嗎 總是背後帶刀 我認為這不是好事 哦 而且你為了要車 變成暗廳暗房 對 客廳不夠明亮 對 你這樣一掀起來 你家便好亮 對啊 而且我發現你們那很多 那是三太子吧 對 這個是攤帶 這個是裝飾的 可是三太子跟 你有佛還有 打火 還有牽手關衣 對 老師 你大聲說出來 你是不是最鄙視這種 什麼都放在一起的人 那你很久了 你佛像可以對佛像嗎 你到底要學會你這樣對嗎 沒有啊 你要知道 宗教我尊重你 那風神來聽我的啊 我知道啊 後面很多自首 我跟你講 沒有啦 就是因為 我來到這裡 我們的東西很多 居家啦 然後居家 我認為說 這就自己從欣賞 然後也不是說要賣 要幹嘛 因為他本身 當作逆品在收藏 沒有把它做開光的動作 也不是一個佛堂 也不是一個神壇 對 他當作是一種休閒收藏 對 如果正式的佛堂的話 開光的話就不能面對面 佛這些就不能面對面 對 我會引起 像門對門 佛對佛 會引起居家的口舌是非之類的 以前以前的家裡 還有一個電風扇 那個風扇 那個風扇 對 然後這些神明 他們大家就會去討論 他們一起討論 像這個 這個鐘軌有沒有 對 他就這樣再看 奇怪 這個東西怎麼會小 這個米怎麼會小 他為什麼不會轉 對 然後那個鐘軌就說 說 你不要轉來轉好 他就這樣 他眼睛就起來瞪他 老師 因你看他需要吃什麼藥 乖乖的 我們先走了 好像很快的 對啊 就像小朋友覺得在那邊吃 媽媽都會講話 都會這樣 對啊 對啊 老師你這樣 你這樣 你現在還是要做什麼 沒有我們亂推藥 沒有 沒有 藥很多藥 那他們開始講話多久了 他們大概都是在 他們大概都在哪裡講 講到我翻手的時候 他們現在也不講 還在講 他們現在也不講 不講 因為那個牽手發言說 好了好了 不要再講了 就不要講了 牽手發言一開手 沒有 不要再講了 所以他肯定自首都這樣 不再講 以前自首 他就不講話了 不好意思 請問這是你養的狗嗎 那不是叫黑骨雞 你不是應該養一些狼犬之類的 沒有沒有 他真的是黑骨雞 他叫黑骨雞 只是狗為雞 我覺得他可能要走血路比較快 好 還有這個筆有沒有 文商筆喔 你看一下 真的好多 通常是四肢為原理 然後呢 用個筆架 我們稱為文昌山 那麼放在我們的 畫面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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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一隻賣一隻 你怎麼弄四肢 我講正式的文昌筆 對 然後會到文昌新軍 或北斗新軍那邊 去做一個過香爐 放在居家書座的左邊 四肢筆 那麼代表 四肢應該跟我們一樣嗎 對 四肢 有短變高的 對 四肢 對 很好四肢 很好四肢 對 這還叫文昌軍 文昌筆 所以他這個也擺錯地方 是 他沒有再走文昌吧 他走五股的吧 不是我的意思是說 他如果得到書籠嗎 得到什麼影展的什麼獎之類的 喔 得到影帝 影帝 影帝之類的 喔 影帝這個 哇塞 影帝咧 我們影帝也要 一個小弟弟 給你的小弟弟 那我可以問一下那一隻是什麼嗎 那個是褲柳 這隻是什麼 樹柳 樹柳 價值不菲的樹柳 在這裡也能看得見 武術大師抵觸風水 張維忠賣命解答 這個武術館 對啊 對對對 這個我可以看 這 哇 我真的有講了 在裡面都知道 要忘記放 通常在 通常在 通常會有封印 用紅布把它包起來 然後 那是一個破壁 破壁 沒有破壁